今天我家闺女16周岁了 大家好 生日快乐 自己切 吃多少切多少 然后抹上你喜欢的 Nutale Nutale Nutala 走吧 走吧 我要天还黑一点 天还没亮我这里上去 都这样 冷不冷 童子们看看我又去采蘑菇了 我家桂柳今天16周岁了 16周岁在德国的话有很多在法律上是允许的 比方来说16周岁可以和淡一点的还有酒精的东西 满16周岁你可以去打工 就是打的那种暑假工 还有 你可以学驾照 但是你即使你可以开 你必须有一个驾照的人在你旁边坐的 他是不能独自开的 只能满18周岁的时候才可以自行驾驶 我呢 他今天下午3点多钟下课到家4点多钟 所以我踩到之前我就在他放学之前我就回去了 但是呢 一直不了我想踩蘑菇的冲动呀 这种感觉就像放飞了自我 我就像被一只囚禁的小鸟放飞了 现在回到大自然里头来了 你说多开心 马上这个路上前阵子一直在 哎呀呀呀呀在采 包菜所以很脏 天气挺好的今天说有雨 但我不相信 马上到森林 应该是树林马上到了 看这里蒸馍都老了 看这里都是 是 我现在到这一片森林里头了 天气好 人感觉都好都不得了 看 好像有一个长得跟木耳似的 它不是木耳 往里头走走看一看呗 看一看这里又发现一堆 蒸馍都老掉了 看一看 好大呀 老掉了就没有用 还挺粗的你知道 看一看这一颗很辣 扒车的看一看 看这么大 这里头就会有虫子了 你看它还挺大的 你看跟我手掌比起来 看这么大 不能咬了 不能咬了 老掉了 看看那里有一颗一两颗没老的 就这个 这个还没老 这个还不错 看我今天 我再采这个蘑菇 蒸馍 我一定要就是把它用这个刀 打开来看一看 这个里头有没有坏掉它 看蒸馍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刀给它上面的一层这个 脏兮兮的给它刮掉 这样子的话 你的蘑菇每一个 你都是检测好的 到回家就不用 烘干的时候呢 就不用洗的 等下子吃啊 就不用洗的 很严重了 它的香气也在里头了 我是跟我上次采蘑菇的那个好朋友 他教我的 他说它弄蘑菇可仔细了 比我仔细多的多了 已经这样给它刮掉 因为这个蒸馍它上面有一层一点一点的那种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反正是它蘑菇本身带的 你看像这样的蘑菇多干净啊 在这里还有一个大的 一定要看一看 因为野生的蘑菇里头 它都会有点虫子 你一定要看它菌盖里头 有没有虫子 吃了才放心嘛对吧 就这样弄 因为蒸馍快要结束了 它的生长周期比较短 大家赶紧趁这阵子赶紧去采 不然的话就没有呀 等到来年了 你们家买那么多的小鸡 都炖不了蒸馍了 在东北这可吃一道名菜呢 小鸡炖蘑菇 妈呀又是一堆 全老了 它把这个树都可以改变颜色了 没发现它的菌丝很大呀 看又是一个蘑菇塔 好大 发现一个好玩的 看看这个种子 你看碰它 它会蹦的 看 蹦好了 看这个 风还挺大的 炸开来的 给大家看我采了一朵这么大的 蒸馍 刚才的底下这个散盖还没有 就是完全的被打开 就这一棵树上都是肥嘟嘟的 你看 今天采的蘑菇就比较少了 你看给大家看一看 因为蒸馍要过去了 就结束了 看就这么点 我现在是每次采一朵都给它刮一刮 这个刮不动 你看这里又有个道的 这样子这么大 你看这散盖子还没有完全打开 说明它还是挺新鲜的 今天就采了这么一揪揪 回家了 要去买菜了 准备闺女的生日晚宴 今天吃海鲜多一点 今天她过生日让她过来下蛋糕 要哪一种 这种的 那再来一个这个吧 这个白色的是什么 你看看今天要的蛋糕 这样子的 4个 开心吗 开心 清蒸蒜贝 看 放入粉丝 还有 大蒜 蒜泥 葱 小米辣 酱油 鸡精盐 油 刷第二道菜 牛肝精 这里头有板蜜油半斤 第三道菜是肉丝 毛豆 辣椒 第四道菜 油焖大虾 美女生日快乐 16周岁了 没想到16周岁是在德国过的 要听话 开吃 尝尝老妈的手艺 今天可我吃南瓜 南瓜可好吃了 很辣哦 小心哦 好的 来来 开吃了 海鲜餐 哎呀 这大口 今天这海鲜都挺受欢迎 没想到这个辣椒毛豆肉丝 哎呀 可好吃的呢 第二个干完的 ok 来 虽然没有蜡烛 来 这是你的生日蜡烛吧 许个愿哦 许个愿哦 吹吧 吹吧 嘿嘿嘿嘿嘿 一个 一个 呀 一个 should be 16 吹1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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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no matter what it's the number ok 看这是他的蛋糕 还不错哦 好啦 可以吃饭啦 吃蛋糕啦 还有一个这个德国人的传统喜欢 对 哎 看这个荷卡还挺好看的呢 是吗 哎呦哎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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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克里斯 是克里斯给你的 谢谢 谢谢 这是你写的吗 对 祝我 在那边为你生日快乐 身体开心 健康美丽 阿姨的妈妈 你给克里斯 给伯斯塔个态号 2022年 16月8月 哎呦 行了 好 这是你吃吧 我家我爸他不吃甜点 所以没办法 好啦 这是水波的蛋糕 对 我们家喝这个蛋糕 然后再喝 嘎巴 葡萄的做的白酒 那你不是给我盘子也弄一个吗 妈妈想吃哪一个 我想吃另外一个吧 另外一个棕色的 对 来 16周岁了 要懂事了 对吧 人生的起点开起来了 对不对 要以后听话一点 人生的路还长 现在你是学习阶段 要与学业为重 对吧 好好的现在目前为止 你就要现在多多好好的学德语 来德国之后要感谢我们家的我爸 他给你带来了 给你带来了 对吧 你来了之后呢 那肯定就是 生活和经济乱七八糟上面都会增加了很多 但是呢只要你开心 你好好的 不要你报答 只要你好好学习 我们就开心了 好吧 好 好 祝大家晚安吧 晚安 我现场应该没位